说到张博之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,出道以来人气都没有见过,张博之会唱歌也会拍戏,也算是一个全能艺人,但虽然大家关注的还是他跟谢霆锋的婚姻,两人之前结了婚,可是最后两人却没能走到一起,也许这就是天意吧。 然而相比谢霆锋而言,张博之就舍弃了很多,一直单身到现在,要知道单身母亲有多么不容易,无论是为了谢霆锋还是为了孩子,张博之选择了单身到现在,这就是事实,是一个单身母亲的抉择,近日张博之现身在武汉受邀参加某活动,现场张博之气象十足,即便衣着比较简单随意,但依然能够引起观众们的轰动。 照片中能看到,张博之身穿白色衬衫和白色休闲裤,脚上穿着一双人字拖,手中组织一条拐杖,缩在活动现场的台阶上,身边站着三位保镖,穿着黑色西装,保护很是霸气,保护不够还惊动当地保安,被网友调侃称耍大牌,但是人字拖鞋有点拉眼,但是对于张博之这身打扮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热议。